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都要看 去年3月 肖战的古装大剧《玉谷瑶》官宣开机 8月杀青 许多网友引颈期盼定档消息 连预告都冲出武艺令人咋舌的播放量 可见外界期待值有多高 还有粉丝交集表示再不开播 就快要把预告片看烂了 而《玉谷瑶》官方微博即2月发文后 隔了4个月 日前终于又释出肖战与女主角仁敏为庆贺端舞佳节的新海报 没想到 此则贴文也冲上热搜 连发文用字潜词都成网友热议话题 认为剧组用字考究 用词规律 用词妥贴 想必玉谷瑶 质感必然精致 杨子的古装新细 沉香如蟹来透也不小 与今年也很热门的小鲜肉成艺搭档 这部剧从去年3月开拍 迄今也是高潮迭起 传闻杨子积极转型 却回头接这部古偶剧 是因为经纪公司一位捧同门的诚意逼他眼 进而闹出双方疑似开思的传闻 如今有消息传出 沉香如蟹传出 即将定档在6月24日 接档聂远 秦岚主演的传家 而根据玉谷瑶最新资料显示 豆瓣页面已著名将在7月开播 目前刘亦菲 陈晓主演的热播亨剧《孟华路》将在7月7日收官 外界预测 玉谷瑶很有可能就是接到孟华路 若此消息为真 暑假就会上演肖战 杨子余生夫妇 同档期对打的局面 有些网友认为 两部都是强档古装大剧 若同档期播出 将分散观众焦点 担心两人用心拍摄的新戏收视将受到影响 但更多粉丝非常兴奋 认为同时开播 才不会闹剧荒 已准备好开追两部 看好两人新戏都会成爆款剧作 比码 也应该说